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的娱乐视频 娱乐圈女明星的发展并不如男星 并且稍有成绩就会被传绯闻 接下来和大家说的这位就是曾与众多导演传绯闻 参次无缘金像影后,金身还好却单身 她就是张静初,是个特立独行的女子 讲当年张静初也算是一线红人 但是如今资源并不是特别强 张静初不如娱乐圈至今已经快二十年了 这期间,她先后出演了《门徒》、《切听风云》 《唐山大地震》等多部高质量的电影 眼镜还算是不错了 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可以赶超张子怡的人选 也曾被周润发认为是可以是金像奖影后的人 可是一直默默的在香港影坛打拼了她 一直没能夺得影后的称号 在以前,张静初的咖位还算较高的 但是由于其绯闻较多,事业遭受到了影响 之前在客串顾长卫导演的电影《立春史》被传出绯闻 后来又相继和张家瑞、陆川等导演传出绯闻 这也导致她的资源越来越不理想 其实张静初的实力还是有的 她演绎的每一个角色都有着与众不同的个性 人物塑造的富有疼刺感 也曾因为表现出色 获得一些电影节颁发的女主角奖 以及金像奖的提名 但是最终却是三次无缘金像影后 说起来还是比较可惜的 不过,她将自己的身材保持得很好 做瑜伽之类的很认真 可如今,张静初都39岁,快要40了 关于她的情感还没有归属 仍是单身的状态 希望她早日找到另一半吧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拜拜